你是金剛腿 金剛腿 大家晚上好啊 摔一整排愛心 晚安 今天要用台語 好不好 你們剛才有去看 YouTube的音頻嗎 我還是要講國語了啦 因為有人聽不懂 好不好 今天這件帽T很好看 多謝多謝 我是看彭于晏 穿我才買的 有像彭于晏嗎 這樣 沒有像彭于晏 不要怎麼穿 G37雙門09到13 G37雙門 我很久沒了 我幫你看一下就知道啊 很簡單啊 空Q是幾年車 空Q是10名車 因為我很久沒遇到 所以我上網站幫你 09年的G37 目前 目前看起來應該在40萬左右 不會啊 DQ250 我目前是還沒遇到 可是可能我賣不夠多吧 08到12的馬3 我跟你講08到12的馬3 其實沒有什麼通幣 通常前面兩代 都是那個 含氧感知器 冷氣的壓縮機 還有 你上下車的那個椅子啊 椅座的椅墊的地方 上下車那邊 10台有9台都是Bunky 除非 那一台剛跟小獅買 如果你剛跟小獅買的話 那個不會Bunky 因為小獅整理好 過年一樣修7天嗎 沒有忙修10天喔 全力車喔 全力車很久沒有碰到了 全力車喔 當我還知道的時候 全力車是1%的價錢 全力車以前我曾經一度很想要買 啊可是 後來想想喔 因為那個你只有那個空殼啊 你就定義是 拿一個行情價1%的價格 然後去買一個玩具 大的玩具車回 然後你去找同款同色的車的牌去使用 這樣你有可能有機會被 幹走 啊因為被幹走是 沒藥醫的 因為那個東西 它就本身就是一個沒有產權的東西 所以今天就算 我把你偷走了 你也求助無門 對啊 因為那個產權本來就不是你的 那個產權本來就是銀行的 啊所以 以前有聽說過有一些 他賣你全力車以後 他就去把你幹走 他本身他在賣全力車 他賣給你以後 不管他是有 UB的鑰匙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 賣給你之後再把你幹走 你就求助無門 CRV有什麼通病 看哪個年份的CRV啊 08到12馬上比較不會偷了啦 08到12已經有晶片鑰匙 那是第一代沒有晶片鑰匙的 比較會被幹 末代Escape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末代Escape沒什麼好注意的 那車很壯怕的 又強壯 你知道當然前提之下 你買的車是正確的 情況之下 那個已經是一個 最完整的一個產物了 我覺得是最完整的產物 07年Artist一級無天窗 十幾萬啊 看車控啦 其實你 你給我這個資訊是不夠的啦 他可能包含顏色啊 包含里程數啊 包含車礦啊 2代CRV三代差異台 例如2016年三代價差蠻大的 因為新造型啊 不一樣 06年看起來就比較醜啊 07年看起來稍微現代化一點 差異蠻多的 引擎啊 變速箱啊 配備啊 長相完全都不一樣 然後新車的價格也提升了 所以呢 價差一定大 2006應該在20萬左右吧 2007都要三十幾萬 啊 請一鍋 外鍋有人說 Honda的變速箱有幾代不太妙 是真的嗎 Honda的變速箱不會啊 我沒遇過耶 他只有那個 前幾代的稍微頓挫比較大而已啊 可是後來他7代之後 我覺得就不會了耶 1代有辦法bypass含養嗎 我不建議bypass耶 其實哦 大家要記得哦 那個外面的很多修理場哦 教你們一些媽去除燈號啦 什麼bypass接吊 燈不要讓它亮啊 那個都不是一個正確的一個做法 我講一個實在的哦 維銘 不是在講你 就是說 有時候一個含氧感知器啊 乃至一千多塊到三千多塊 這個是你車子油耗的關鍵 對不對 他那麼多的感應器就是在測試 你排放出來的廢氣 當中汽油的含量有沒有過高 如果他偵測到汽油含量過高 他就通知這個電腦說 下一次的油不要給那麼多 這個他會調整這個進氣工油 就會影響到你的這個叫做燃燒效率 那他就會天射到你開起來有沒有力 車子耗不耗油 所以小資還沒建議哦 不管任何東西 除非那個東西是不影響引擎的 比如說氣壓避震器壞掉 那你就把它淹掉換成沒有氣壓的 比如說一些 好啦電折後照進好了 他不自己折了 你把它黏死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就是一些比較不影響這個行車安全 引擎的品質 變速箱品質的東西 我覺得去用一些省錢的方法做 我覺得還OK 但是牽涉到這個東西 我其實有時候不太建議去用百Pass的方式 CAMERY為改款的油墊跟Mondeo油墊還好 一定是CAMERY好啊 馬山是2.0S 白色05年 哦那要看車礦了哦 馬山要看里程 然後看車礦 那10萬左右吧 08年鐵安納處沒壞了還要修嗎 我是會修啦 我坦白講啊 08年的鐵安納 假設今天我進來我決心要整理下來賣了 我是一定會修的 那修的方式蠻多種的 比如說把他逼出來啊 一般我不會去找殺肉的 換代注沒有時候會亮燈 奧蘭德2015還剩多少 那個少林你可以私訊粉絲頁 記得哦 你們如果想問自己愛車的價格 那你們就私訊給FB的粉絲頁 緣份 顏色 底層 等級配備 那我們就可以線上先給你一個大約的價格 參考 15旗艦插翠 超過10萬公里有沒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做大保養啊 賓士有保持性可言嗎 我最近在看一些文章都說 其實汽車原本就是一個負資產 賓士只能算進口車裡面稍微好一點 可是賓士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在進這個外匯車 所以他也間接的影響到你賓士的價格 所以說 你說他保持性很好 我覺得保持性應該目前看起來是雷克薩斯 可能會好一點 可是這種是日系的 那你要再講到日系的進口車 那可能馬自達也算是很好的 對啦 藍嶼警察比較熟 怎麼拖都拖不出藍嶼 被幹走也會出不了藍嶼 那就跟以前我在金門當兵有沒有 然後那個長官都會說 金門的逃兵從來沒有成功過 因為你怎麼逃都在島上 很少有成功過的 里程數多少以上不該買 里程數應該是要看你車的年份 他沒有一定是多少該不該買 可是你要去看這個車的年紀 幾歲 有的 你如果國小三年級就吃粉一天吃兩包 那就不該買了 對不對 他如果吃到四五十歲 粉吃得多也沒關係 對不對 但是沒有說要用嘛 說實在 Posh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我的人生還沒有進階到Posh那個level 20萬到30萬工作室業務人生第一台車有推薦嗎 啊就Vios啊 我最愛的 Artist Vios啊 絕對沒問題的 Artist失竊率高 其實Artist應該算還好跟大家分享 其實如果大家以前有看過節目就知道 有什麼車比較容易失竊 它為什麼比較容易失竊 你要從這個點下去判斷 第一個就是市場有需求 因為它幹你的車絕對不是要出去玩而已 它是要賣你的零件 所以什麼車的零件會缺 年輕人愛的車零件會缺 銷配啊 農到啊 炒派機啊 炎燃燒機啊 它就要開始找一些便宜的零件 它就沒錢修 那你會說 Artist啊 Wish那些失竊率也蠻高 為什麼他們又不是少年那車 那個是因為市佔率高 客人車啊 現在還有一些常租車紅牌的 對不對 它的市佔率高的時候呢 零件缺的機會就大 啊那個零件缺不是真的像少年那炒派 有的是撞壞的 你有時候車頭撞爛了 然後去殺肉場要找一個車頭的零件 抱歉欸 你就去殺肉場找這個撞屁股的 因為車頭還好 你就可以殺它車頭板件啊 葉子板啊 引擎蓋啊 水太紅牙肉散在牌啊 水箱介啊 散熱牌什麼都把它殺過來 你一次買一個車頭就比較便宜 你如果分一下買一個葉子板 那邊買個引擎蓋 那邊買個大燈 那會很貴 你們覺得說 失竊率會高 就是年輕人愛的車跟市佔率高的車 一二李敏拿白色剩多少 李敏拿也是要看等級 它有那個甲蟲板 三小板 有車頂架 沒橫穩的 有的沒的 不過一二年的應該都是在 二十萬左右吧 適合入手 神車有電吧 適合啊 我還沒有試過啦 可是那個車 我不用試 我覺得 我就覺得應該可以買了 你看 這就是品牌 我還在努力 看以後客人進來 小思問他說 你要找什麼車 客人說 沒關係 小思 我都買 看能不能怎樣 11 Camry 2.0貼多少換09 CRV 2.4 建文 這可能都要互相去看車況才知道啦 這我很難去談 那你如果單純以市場上的價格來說 11 Camry 2.0應該剩二十幾萬吧 09 CRV 2.4應該要三十幾 你如果S版的 也許要到將近四十之譜 可能要差個一二十萬喔 我跟你講二手車都很棒 因為前面的人都折給你了 賣你的人很重要啦 今天啦 因為最近就遇到很多這種問題 說小思哥我要去 今天我剛 我還沒空回他 剛才資訊我的 他說他要買一台 1993年的Carola 他說車子有改 我得到的資訊我跟大家講 然後他要賣他八萬 他問我小思哥可不可以買 那通常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只能回答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你 大家平心而論想一下 我怎麼回答 因為我沒有看到東西 又是1993年的車 它牽涉的層面太廣 他事故泡水調表 任何所有引擎基建的狀況 絕對影響到這台車的殘值 1993年 爛的都進爆被常 那我取得你這些片面資料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你 所以不是有時候客人會覺得說 你怎麼大頭爭 你是很紅的喔 自己問問題 沒辦法回答 不是 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你 我的資訊真的不夠多 租金車下放就該有很便宜嗎 租金車會比較便宜啊 可是還是要看 現在租金車很多 而且很多都一年兩年三年 可是我有去這個網路上看 拍賣場看 絕部分 我可以說大概八成九成 里程數都是偏多的 比如說他一年就開三萬多公里 比如說他兩年車 2018年2017年 就開了五六萬公里 甚至九萬十萬公里的 我都有看過 小時我也有賣長租車退下來的車 問題是 我還是得去挑里程數低的 所以說租金車會不會比較便宜 我覺得還是取決在車況 因為現在長租這個風氣蠻盛行 所以已經很難去區分出 這台是長租還是短租 那可能只能由我們的經驗去判斷 他的使用狀況 來決定說 這個車的里程數這樣是真的還假 他是這個公司配出來 人人騎 你只要去跟這個總務申請一下 你就可以開走 然後今天他開明天他開那一種 還是說他就是配給我一個人用 我就是當自用車用 那就等於是自用車嘛 所以這個狀況還是得用車況去判斷 並不是說你從資料上很片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KD需要注意什麼 福斯的車其實 我講實在話 我賣蠻多福斯的車 慶幸的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遇過什麼太大的問題 目前我的經驗 我賣2015年之後的福斯 到現在是正常保養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應該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07 FX35 08 FX的價差很多 要選哪一代 要看你喜歡哪一代 你如果喜歡新的 一代一代一代 你就買那一代 IS250有建議購買年份嗎 沒有 買你喜歡的 買車況好看你有多少預算 二手車好玩就這樣 你要買一台IS250 你從30萬到70萬 80萬都有 可是我不會去建議你要買哪個年份 我一定建議你買越新越好 可是你的預算有限 所以就從你的預算裡面 去找一台最棒的IS250 0708的2014FM大約多少啊 20幾萬啊 20幾萬 三系列好美 師哥有沒有進 還沒遇到 有遇到我也會進 好不好 車況好我就進 私人買二手車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很多 真的要注意很多 一樣是車況的問題 還是他是真私人 假私人 20到30買到幾年的Vios 14的15的買得到了 不過要看等級喔 還沒買 我現在200多 我要宣傳一下齁 那個我們的粉絲專業 在舉辦這個 老客戶的抽獎活動 好不好 現在在線上有跟小獅汽車 買過車的 去看一下活動辦法 去參加一下 好不好 我們獎品很豐富啊 小獅這次年終尾牙 老客戶回饋 拿了應該三五萬吧 我也不知道 那個市價你們自己去加一加 開幾萬 全部獎項價值 三萬五千多 有人算出來了 水 之前我們就曾經 已經抽過這個日本來回機票了 可是我後來想想 日本來回機票 那時候我們只抽兩張 只有兩個人中獎 那這一次齁 我把這個價格稍微調低 然後平均分配 好不好 拿個三五萬出來 大家過年開心 所以老客戶 這個老客戶 以後有機會 我們每年都辦 頭獎好像是這個 阿瑪尼的手錶 齁 馬薩拉蒂的手錶 而且手錶不是只有一支喔 手錶我拿 這次拿四支出來吧 有托米的 兩個阿瑪尼的 一個馬薩拉蒂的 反正獎品很好啦 你們自己去看 好不好 190323 190都會吃雞油啦 你知道 我那天跟一個同行聊天 他跟我講一個故事 他說他賣一台美麵的 然後賣去之後啊 隔一個禮拜 那個客人就打電話給我那個同行 然後就罵他 誒阿你怎麼沒意思啦 我自己買這支美麵的啦 啊吃黑油啦 然後你知道喔 那個同行怎麼說嗎 他說 然後客人說阿怎樣 你自己去問 你去修理手問 你去修理場問 哪一台美麵不吃雞油 你去問他 電話就掛掉 過一兩個小時喔 客人又打給他 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有去問修理手 修理手說 對啦 美麵是都會吃雞油 沒有錯 還跟他道歉喔 我跟你講 屌了吧 17年CRV開4萬7算多嗎 19 194萬7 偏高一點點 預算35三下 注重安全性小型車 不求妥善 不求妥善率喔 白勝豪齁 不求妥善率的話 你要去買Golf好不好 或者是Skoda的車 Skoda Yaddy啊 Bobby啊 你去買這個VAG系統的車 安全性絕對 百分之一千沒有問題的 VOLVOL也可以啊 可是我覺得VOLVOL 因為他新車設的價格比較高 你35萬要買到年紀可能會蠻舊 你如果買Golf的話 應該可以買到2013年去 Smart的影片700渦輪是建議多準備預備金嗎 基本上開700的比較沒有問題啊 你如果是那個451比較沒問題啦 B&W中古車建議買3年還是5年 越新越好 這個沒有問題 預算如果沒有影響的話 越新越好 我們買二手車很可憐 我們都是在預算裡面找到CP值最高的車 人家去看車是說 這台車230 這台車250 兩個差什麼配備 我覺得250的比較划算 人家買新車是這樣啊對不對 這台車98萬 這台車102萬 配備差在哪裡 我喜歡哪台車 人家買新車是這樣買 我們買二手車不是 我只有50萬最多緊繃 超過沒有啊 然後我們50萬裡面 來看我們能買到什麼東西 8號交車馬桑 我朋友9號在外面交馬桑 後面一起去同家保養廠看了 我只能選小師哥斯隊 謝謝 謝謝邱老闆 謝謝您的光臨 iMAX可以買嗎 有建議一年份嗎 我覺得國鳳 iMAX可以買 可是一樣看預算看車況 都可以買 什麼車都可以買 好不好 新車沒車庫啊 停室外插商 考過期 會影響二手 考期不會影響二手車的價格 除非你三個月就考過期 超過一年以上考期 絕對不影響價格 13年CX5好顧嗎 也是看車況好不好 葉子板貓道 出現板金復原 螺絲有拆過人機 會影響二手車價嗎 會 板金復原 螺絲拆過會影響二手車價 新車神A5年中輔神A 小四買哪台 我買5年的啊 因為我不會買新車啊 不合啊 就算我想買新車 我也等它一年車流出市場 我去買一年車 二手車ACC最便宜是哪台 你考到我了 應該是CAMERY 3500的吧 應該二三十萬就買得到了 Focus馬三 中古車三年車哪個好養 馬三啊 一年車新車價差大概多少 看品牌 看車款 小四哥Lazos的原廠 吉彦蘭 齁 有啦 我跟妳講 原廠考得出來的 外面都考得出來 以前說什麼混凍紅 差多少啦 水晶漆 什麼幾層 都幾層 外面還不是考得很開心 MK2 2.5差異很多嗎 我覺得比較成熟 然後當然車型的喜好自己去評估 可是我覺得以這個基線來講相對成熟蠻多的 保濕308沒有收過耶 我自從307之後 207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收過不救了 2.3野馬好顧嗎 應該是不好顧 可是它問題其實不多 柏子引擎腳抖動換新還是換車 柏文這個問題一樣老話一句好不好 看妳的荷包 換新車大家都很開心 換新車最棒 那妳要看妳自己未來的規劃 啊引擎腳其實不用花很多錢 花幾千塊就可以了 318年份多久比較可以買 318從1978年開始到現在都可以買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韻味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該花的錢 原廠期跟外廠期成分有差嗎 一定有差 因為廠牌是不一樣的啊 這個是牽涉到調漆的技術 但是我覺得漆最重要的 還是最外層的精油層 其實以漆來講 我們不講工法不講技術 你單就於漆 汽車的烤漆來講 通常啊 你為什麼烤漆有1萬塊 2萬塊3萬塊到5萬塊 其實我覺得差異性最多 除了工錢以外 是漆的價格 水晶漆啊 進口的 人家常常在講那個精油 我給你用英國的啊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補土 補土也有分這個廠牌等級 每個蠻多的 我再分享一次齁 很多烤漆場烤得很便宜 或是你跟他吹時間 要求他烤得很快速 像尤其現在過年前有沒有 很多人趕著要過年前 烤漆要過年前交車 你又一直吹他他趕 最重要是打底嘛 你家裡的油漆也是一樣 還有汽車的烤漆也是一樣 底是最重要的 就跟女孩子化妝一樣 底如果打得不好 你外面再怎麼化 整個海撩掉 你底如果我有白 我有水 青菜圍的就水 你輪廓這個粉補得好的話 看起來就很光滑了 對不對 那他們有的會偷懶啊 用那種樹幹型 快幹啊 跟難說啊 一般的補土可能要 比如說 這個24小時才會乾 他可能用一個3小時就乾的 那快速乾的補土 他會縮起來 他就是他很快速的 把水分抽乾 那他的底就容易變形 那你烤出來就不漂亮 還有 甚至有的桿速度更慘 就是 他的底都還沒有完全乾 他就把漆噴上去 那就會怎樣 起尾了 起尾了就跟 你常常有沒有 有的人手會冒那個 小水泡 那會浸泡有沒有 那你會抓拌有沒有 那就是你體內的毒素水分 撲出來 就變成起尾了 那就很壞了 車輛折舊固定每年乘以0.85 請不要再相信 拔獅子的中毛會長頭髮了 好不好 折舊是沒有一個數字的 每個廠牌 每個等級 每個配備 每次市場的反應 隨時都在改變 馬件里程數多少以上 不應該買 最好是買 1萬公里以內的 沒有啦 因為1萬公里有1萬公里的價格 2萬公里有2萬公里的價格 但是通常你要去對應它的年份 2017年 你以1萬公里來講 超過5萬公里 我就不會買 但是也不是不能買喔 對不對 如果他超過5萬公里 他要賣我很便宜 我也是買啊 哪有什麼不能買 對不對 他賣我30萬50萬 他跑了 2017年跑了9萬公里 賣我30萬我也買啊 也可以買啊 總不能買 6代購服會不會買回家修 那要看前一個人有沒有幫你修很多東西 如果前一個人幫你修了很多東西 你就不會買回家修了 那如果前一個人是因為 不想修才賣出來 然後 車商呢 他又不想把你檢查 不想把你修 他只把你讓你弄到那 你看不出來 那你回去你就開始修了 交車發比亞 七速乾式 問一下S當起步 是不是要減少半離合狀態 來我跟大家討論一下 雖然這個不是很很正確 是我自己的感覺齁 很多人會說 你要很明確的升檔降檔 讓他知道你想要升檔或降檔 就是用手動 對不對 這第一種 第二種是啊 你不要去對他做一種動作 這個我在吸吐的那個影片裡也有說過 有些人不知道是腳在刺還是手的肉 比較中方 有沒有 你騎到頭髮這樣 摁摁摁摁摁摁 單人電的時候 有沒有 起步彎 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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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在摁什麼 你這種車 你就是要給他 很明確的一個指令 因為他電子油門 電子油門就是 我們 油門踩下去 把這個訊息傳到電腦 然後電腦再去跟引擎辯箱講 喔我要加速了 然後他們就提供 相應的燃料 正確的檔位 符合的檔位 然後就前進 那你快速的 踩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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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踩踩踩 電腦要判別嘛 他搞不清楚你想要衝 還是你要慢 還是你要省油 反應不過來 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離合器的這個銜接 接合 你如果他車都這樣 要接不接 很快就掛了 我自己的經驗 我感覺是 你要很明確的 你要加速你就踩下去 你要減速你就放掉 你就踩煞車 啊不要媽 左腳煞車右腳加速 也是很奇怪 二手CT 新油電神 A小時買哪一台 我是不會買新車啦 博訊 可是我覺得要看這個 使用的 習慣跟想法啦 如果是我 我自己本身 我在做二手車 那我一定選CT啊 因為它的組裝 品質啊 用料 厚度啊 塑膠的質感 全部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再講到一個最差 我們雖然不是那種很 愛面子的人 好啦 我愛面子 對啊 我幹嘛開牛頭牌車具 要車具 我也要開Lazos 車具啊 M37 M25好找嗎 CP值量很高 它比起雙B啦 或者是Lazos來講的話 Infinity的車其實 二手車市場沒那麼多 所以要謹慎挑選 07喜美 1.8 19 20 買28 勇家啊 我覺得不OK啊 那我賣太便宜了 欸有時候我去看啊 我都覺得 被你們這些人騙 每個都來跟我講 小思哥你的車比人家貴 你知道我每次去看別人賣的價格啊 我發現 媽我沒有比較貴 我每天在那邊回訊息 每個人說 那個有的評價有沒有 小思哥雖然車價比人家高 可是車子都整理得很好 也沒什麼問題 這個價錢比較硬 可是 服務得很好 我想說 我的車真的那麼貴嗎 我去別 車廂聊天 研究 一樣的車 人家都賣比我貴 今天一個同行打給我 我有一台HRV 昨天才上架的 2017年S版的 我現在直接講 我賣698 同行打來說 你是買很便宜喔 我說沒有啊 沒有買很便宜 你怎麼賣這麼便宜 我看他不知道賣多少錢 結果青菜都賣728 我真的假的 我們都開728再賣啊 然後三代Focus也一樣 14年的五門的三代Focus 我之前賣好幾台 都賣三十幾萬 我都賣三十幾萬啊 不會超過40 有可能接近40 但是沒有超過 很少超過 幾乎都沒有超過 那當然你說你三個月 四個月半年前 一定是有可能超過 可是我說的就是最近而已 我都賣三十幾萬 難怪我的Focus一下就賣光光 你看我三代好像現在剩一台而已 而且那還因為四門的 四門比較少人買 五門的我全部都被掃光光 你知道嗎 後來我一看 我現在店裡一台五門都沒有 然後我就看同行那邊有 有四五台 我說哇啊你怎麼那麼多 你是都賣多少錢 他說啊這個2014年的啊 我說賣多少 他說賣四三八 我開一四年可以賣四幾喔 他說啊不是差不多嗎 難怪我Focus都賣光光 收二手車吃虧過嗎 吃虧過無數次啊 我跟你講啦 做這個行業 沒有繳學費怎麼可能 Solio就是生鏽 Solio的那個車漆 比其他的 其他廠牌稍微薄一點 買車保養說五年保固會划算嗎 五年有時候保固跟保險一樣 其實是買個安心而已 有用沒用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要給大家一個觀念喔 不管你去買新車 還是去買二手車 保固就是跟保險是一樣的 為什麼新車你三年保固嗎 你快到期耶 他原廠問你說 欸你要不要花兩萬塊錢 一萬五然後可以加保 延長兩年 延長三年 那你換一個角度想 你是不是花一萬五兩萬 延長這三年 就是買這三年的保險 對不對 還跟你賭嘛 我就收嘛 我才來賠嘛 我收這麼多錢 誰輸 我才來賠他 莊家的概念 開十年以上是不是 不要買日系車比較好 不會啊 你要開十年以上 買日系車OK啊 問題是你想要什麼 停在露天停車場會影響車況 會啊 曬太陽啊 下雨啊 一定都會 其實TG通病還好 反正喔 我跟你講VAG的車 就大概那些東西啊 有時候喔 沒有接收到這個 有問題的訊息 並不是說他車真的很好 我覺得很好玩 車這個東西就是 每個人對於車子的接受度不一樣 像我之前那個 那字節的影片 最明顯 你看喔 下面的留言 底下的留言 我的那字節那一篇 底下留言去觀察 開這個車的人覺得 這樣很正常 這樣子的維修他可以接受 那開其他廠牌車的時候的人啊 覺得 噢啊你修理很貴耶 啊怎麼問題那麼多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是每個人的接受度不同 所以 你要去買到一台 你自己可以接受 跟自己的車啦 簡單說 哇 自動跟車我不會去外面裝耶 我覺得這很可怕 我目前我還沒有很信任這個東西 所以我 我更不可能出去裝 RV四代五代有沒有全數譽二手車價格會差很多嗎 不會啊 就跟他新車的差價差不多啊 調理層除了要讓中古車價好以外 還有什麼因素要去調理層 沒有了 勇家 調理層就是單純就是為了賣好價而已 沒有其他原因 同年份的Volvo XC60汽油柴油 我會買汽油的 正吼 那個 13年的大概如果S版 VTIS版的四輪傳動的齁 應該賣價會在五十多萬啊 A180白色中古價多少 我那天E3的賣 八十幾 16的 三 十五萬 一百出頭 Focus4D 建議賣中古車 就換新比較划算喔 看里程數啊 你05的Focus齁 就看車況 車況不好就是就換新的 那你里程很少 顧得很棒 那 好像也跟就換新價格差不多 那 今天直播就到這邊啦 要睡啊要睡啊 拜拜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